怀季 你说 爹爹若一定要让我嫁人 为何不肯把我许给曹哥哥 是不是因为爹爹不喜欢娘娘 便也不喜欢娘娘的家人呢 爹 官家做什么决定 陈氏不敢忘了你的 坏姐 我把你当哥哥一样 你却像所有内辰那样 拿官话敷衍我吗 坏姐 我舍不得爹爹娘娘姐姐 还有你 你还不想要 但如果是曹哥哥 那就还不错 曹哥哥人那么好看 谁又会不喜欢他呢 你还不想要 曹哥哥是娘娘的侄儿 我若嫁给他 就是嫁到娘娘的娘家 娘娘的家人 居然是很好的人 可是李公子是官家的亲人啊 可是李公子是官家的亲人啊 官家必定也很担心公主在外 会受到很多委屈 大概 大约官家 对娘娘的亲人还是不太熟悉吧 但是李国舅却是官家最爱 最信任 最亲近的人 所以官家确定 只有公主嫁到李家 公主才能像在宫中 在官家和苗昭仪身边一样 被呵护 爱重 真的吗 真的吗 公主 是官家在这世上 最爱的人